大家好我是Eric 歡迎來到大人的桌遊 今天我們來玩特奧地瓦坎 這個遊戲是由Daniel Tassini所設計的 他算是個非常知名的設計師 他跟他的團隊設計的幾款作品都非常受歡迎 從最早的卓爾經歷或是瑪雅日曆 這個我想很多喜歡玩歐式桌遊的玩家都是他的粉絲 這個遊戲的粉絲 然後接下來特奧地瓦坎 當然卓爾經歷跟特奧地瓦坎 有相當多不太一樣的地方 這是另外一個值得可以很好去聊的一個話題 那他最新的是這個房間盃 所以現在應該也有不少人會把特奧地瓦坎跟坊間盃 來做一些些比較 看看這中間他又有一些什麼樣的新的想法 當然確實有一些地方感覺是很類似 但是又有相當多地方 在特奧地瓦坎跟坊間盃上面是有差別的 那今天我們就來玩一下這款特奧地瓦坎 算是在他們這三款遊戲發展過程中的中間作品 這個中間作品我覺得它有一個扮演著一個承接的角色 從原來這個卓爾經歷這個帶有非常傳統的這個歐式遊戲這種特色 也就是說它有些時候存在一些比較明顯的套路 然後同時它這個容錯率比較低 所以你如果還沒有搞清楚怎麼去運轉你的引擎的話 玩起來的時候你就會覺得比較痛苦 分數也不會太高 那特奧地瓦坎算是現代的社會主流的這種主流的設計想法 也就是說它遊戲中提供非常多不同的事情 以及非常多路線你可以去走 那每一種基本上都不至於讓你沒有分可以拿 但是相較之下就是說它的容錯率變高了 你不會挫折感太重 可是要玩到高分當然你還是需要花一些功夫 好那現在遊戲已經先設置的差不多了 那我稍微簡單說明一下這個特奧地瓦坎的這個玩法 首先呢玩家之間先決定順位 那這個順位在整個遊戲過程中是不會改變的 那每一次輪到這個你行動的時候呢 你可以初始的時候我們每個人都有三個工人 所以呢輪到你行動的時候你可以選擇其中一個工人 移動一到三步 那只要你場上有可以移動的工人 你就必須要選擇一個移動 然後在一到三步間做選擇 那當你停留在一個板塊之後呢 你可以做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採集可可豆 那採集可可豆基本上就是 例如假設我們現在停在這一格 那就是這裡已經有兩個顏色的工人 所以我們就可以 顏色的總數加一 也就是以這個例子來說 我們就可以得到三個可可豆 這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是 除了這邊皇宮有三個祭祀格之外 這四個板塊 也有這個祭祀格 那你可以在這些祭祀格裡面去進行祭祀 那你進行祭祀的時候 把工人放在這個祭祀格內 然後附出一個可可豆 那你也可以選擇你是不是要 取得這個祭祀格上面的這個發現板塊 但是你要有些發現板塊是要付出資源的 你付出資源就可以拿它 如果沒有資源沒有付出的話 就沒有辦法拿這個發現板塊 那同時你可以在這個顏色的這個祭祀格上面 對應的這個神廟鬼上可以爬一軌 那做完祭祀之後你這個工人就被鎖定了 也就是在沒有解鎖之前呢 你就不能夠再自動移動它 你只能移動其他沒有被鎖定的工人 這是第二個行動 那第三個行動是 你可以做這個板塊上面的主要行動 基本上除了皇宮板塊 只能採可可豆還有採祭祀格之外 其他的板塊都有主要行動可以做 我們可以看一下順時 從皇冬這樣順時鐘看一下 這邊這個是裝潢 這裡是金礦 這裡試煉金樹你可以提升能力 這裡是蓋金字塔 這裡是貴族 然後這邊是伐木場 這邊是採石場 那你付出這個可可豆 你才可以做主要行動 例如假設我現在是在這裡 我要採金礦 那這裡已經有兩個顏色了 所以我必須付出顏色總數的可可豆 也就是兩個可可豆 以這個例子 我付出兩個可可豆之後 我才可以做主要行動 如果我沒有可可豆 我就不能夠做 那在做主要行動的時候 基本上你會看到就是說 它會依據你現在在這個 行動版圖上面的這個工人數量 例如只有一個人 一個工人的時候呢 就是看這一行 如果是兩個工人就看這一行 三個工人就看這一行 那接下來看你工人的點數 例如假設我現在有兩個工人在這裡 一個是兩點一個是三點 那我要看永遠是看點數最小的 也就是說這裡是2 所以我就是看這邊 那這有時候會有影響 是因為如果像現在這個例子 假設是1好了 三個1我必須看1 所以我雖然很想要這邊的資源 可是呢我只能看這一行 所以等於是我只能拿一個金 這個黃金 你也會發現說 在這個工人移動過程中 你工人上面的點數 也就是我們在遊戲中稱作能力 它會影響你做行動的效益 例如像你要採集資源的時候 你點數越高你就可以得到更多的資源 好所以主要行動就是在這三個中間去 任選一個來去進行 那版圖上面中間呢 你會看到有幾個重要的軌道 首先是這邊的神妙鬼 有藍色紅色綠色 這些神妙鬼你在爬的過程中呢 除了可以得到這個 版面上面顯示的這些利益之外 同時當你爬到這個發現板塊的時候 你也可以有機會去看 有沒有你想要的發現板塊 你可以拿它 那這邊是金字塔鬼 就是你在巴這個格裡面去蓋金字塔的時候呢 你就有機會爬這個鬼 裝潢這邊這個鬼呢 也可以讓你爬金字塔 這邊這個是亡靈大道 亡靈大道的話就是在 當你有工人升天的時候 或者是你在貴族做這個主要行動 你就有機會爬這個亡靈大道 那亡靈大道是這個遊戲裡面 結算分數一個很重要的 的一個部分 因為這個遊戲的進行方式是說 每一輪大家都做完一次事情之後 末位玩家就會推進這個日食鬼 這個是日食鬼 那當這個日食鬼移動 白色跟黑色 這個合在一起的時候呢 就會產生日食 那遊戲會進行三次日食 也就是這個鬼會移動三次 每一次的日食都會進行一次分數的結算 那這個分數結算呢 基本上除了第一大家要付薪水給工人 那另外兩個很重要分數 結算分數第一就是亡靈大道上面你爬了幾格 會乘上這邊這個房子所顯現的數量 這邊的房子是用來蓋在櫃主上面 所以你蓋了房子之後你就可以採這個分數 那同時呢 當這個房子越蓋越多 你也會注意到它的分數會有變化 那就會影響你在這個日食結束分數結算 例如像第一次結算的時候 如果我現在在第三格 那目前現在假設是4 那我結算的時候就可以4乘3 就12分 就依此類推 那這個日食鬼呢 除了說 為玩家推進一格之外 另外當工人升天的時候呢 每一個工人升天也會推進一格 那工人升天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當我們工人在版圖上面執行主要行動的時候 你會看到主要行動這邊都有這樣子的一個符號 例如現在我有一個工人在這裡 我做了這個採金礦的動作 做完之後呢 它原來是1 那我就可以升一個工人能力 所以我就把它變成是2 那如果假設我有兩個工人在這邊 我就可以二選1 升一個人 如果我有三個工人在這裡 我就可以三選2 升級兩個工人 那工人從1一直升升到6之後呢 升到6就升天 那升天之後呢 它就會恢復到1 回到皇宮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在亡靈大道上面前進一格 同時這裡 有5個獎勵的選擇 有5個獎勵的選擇 5個可可豆 你可以在任意一個神廟鬼上面爬一鬼 這個是代表是拿兩個可可豆 同時把你場上一個 在這個地方的一個工人解鎖 放到皇宮 因為遊戲開始的時候 我們只有三個工人 然後所有的 第四個工人都在這個地方 也就代表的是通常 遊戲進行的過程中 第一次我們有工人升天的時候 我們大概都會考慮先拿這個獎勵 也就是把這個工人先解開來 這樣子我們就有更多人可以去做事情 那這裡另外兩個就是可以拿5個分數 或者是你額外付出3個可可豆 那你就可以任選兩個神廟鬼爬一格 好 那這個大概是基本的介紹 那我說明一下這個單人模式裡面 我們跟競爭對手特奧帝的這個一些差別 那基本上這是兩人局 所以兩人局首先呢我們也會設置 把其他兩個顏色 這個工人呢 視為是中立工人放在板塊上 因為這樣子才會對於你遊戲過程中 你可能要採集可可豆 或者是付出可可豆的過程中產生影響 特奧帝一開始有兩個石頭 兩個黃金兩個木頭 但他沒有可可豆 那我們作為起始玩家呢 我們有一個多一個可可豆 然後等一下我們會先抽我們的這個起始板塊 特奧帝的行動基本上 就是用這個 這邊看到這個牌組來去決定他接下來要做什麼 特奧帝在做主要行動的過程中 他不需要支付可可豆 所以他只會收集可可豆 作為是他結算分數的用途 等一下開始玩的過程中 我前面會稍微多花一點時間解釋一下 他的每一個行動代表什麼意思 然後接下來後面玩的時候就會比較 節奏就會比較快一點 好那我們就來開始進行遊戲嘛 首先我來拿一下我的起始板塊 那特奧帝是不需要拿起始板塊的 他的起始功能有四個 已經放在標準的位置上了 那我們的話看一下 這是我們的四個選擇 那我們要從這四個板塊裡面選擇兩個 作為我們的起始資源 這兩個我感覺不錯 是首先這個代表的是 煉金樹這個地方 如果我選這一塊 那我就可以先在這六個能力上面 任選一個先放 這對我們來說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然後這邊這兩個是任意資源 就是在黃金石頭 木頭上面任選兩個 那這一個我覺得不錯 主要是這個 是因為我們起始的 我們起始的工人是三個都是一 所以它可以讓我們先選擇一個工人 變成是二 這個我覺得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加上它有五個可可豆 似乎也不差 這兩個這個的話雖然可以爬兩軌 嗯 所以感覺起來 現在我 現在我 蠻傾向於選這兩個 然後起始位置是五六八 通常我們在思考這個要拿哪一個 起始板塊的時候 它都會跟現在場面 目前的這個開局資訊有關 一般來講我們 首先要確保我們能夠在亡靈大道上面爬夠多的 爬足夠的格數 那你會注意到說 其實 對耶 特奧地它其實都在一 我們都在零 所以 我覺得前面我至少希望能夠爬 因為這裡有一個 發現板塊是可以爬一格往零的 這裡的金字塔裝飾板塊 看起來好像 重合的並不是很好 煉金術的話我覺得這兩個是還不錯 這個是 付出一個可可 當你在任何一個 版圖上面做主要行動的時候呢 你多付出一個可可豆就可以升級 多升級一次 一次 那這個是 當你在蓋金字塔的時候呢 踩第八格蓋金字塔的時候 你可以額外得到三分 這兩個我覺得不錯 這個也蠻好的是說 因為這兩個都是八 也就代表的是 我們在第八格做 蓋金字塔的時候 不管重合度怎麼樣 我們都有機會拿三分 同時可以爬一格 爬任意神廟一格 這個可以是確保的 只不過是這兩個要付出四個黃金 所以這也是要稍微計算一下 如果我們積極地爬神廟格 這個亡靈大道的話 這邊這個獎勵是不錯的 因為這個代表是遊戲結算的時候 我們亡靈大道每爬一格就三分 那也代表的是 我們可以努力地爬這個綠色這一軌 如果爬綠色這一軌 我們就要想辦法盡量去 踩這個祭祀格 又或者是用裝潢 像這個就可以再幫我們多爬一個 有可能我們先拿這兩個 先拿這兩個技術 有就是說如果等一下可以先拿一個技術 我們就先拿這個 因為這是第二行 我們要不是有兩個工人 要不然就是有一個四或五的工人在這裡 我們才可以做這邊的這個這一行行動 當然模式裡面有個地方也要注意 是說特奧地他不會去拿這個 跟多人遊戲比較不太一樣的地方 就是特奧地他不會去拿 除了面具之外 他不會去拿其他的發現板塊 所以我們可以有比較大的空間去看說 我們到底該拿哪一些 因為我們不用擔心他來搶 除了面具之外了 但多人遊戲裡面就不一定是這樣 因為只要是好的板塊 大家都想都可能會想搶 所以你未必拿得到 不過至少我覺得當然模式 雖然在這上面沒辦法跟多人是 產生出一樣的這種競爭態勢 但是至少他可以 在你自己一個人玩的時候 你也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練習 來去讓自己更熟悉如何判斷 哪些發現板塊對你是有幫助的 好那我們就決定 我們用這兩個 這兩個就 雖然這兩個資源也蠻可口的 像這個資源其實兩個石頭挺好的 不過沒關係 我們總要做一些取捨 所以我們就拿這兩個板塊吧 那首先我們可以先放一個 那我覺得我先放這邊吧 然後 雖然我其實是蠻想放這個的 因為這樣子我就可以趕快立刻開始 去把人生一下 好吧我改變心意了 先放這邊吧 先提升人的能力 也許我想要多升天幾次 這樣可以也幫助這邊爬得快一點 我們拿兩個資源 你們 我感覺如果等一下是五六八 三個工人都在這裡 有可能這個人等一下要去拿石頭 看一下喔 因為我們三個位置在這邊 70資源拿兩個 先拿五個可可豆好了 然後一個工人升級 我覺得這個工人可以先升二 或者是這邊 一二三 一二 這樣好了 這個升二 這樣子吧 就這個人先去拿這個 先踩祭祀格 先踩祭祀格 拿他 然後 這個人 拿木頭 他拿石頭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 綠色可以爬一軌 所以我們可以再拿一個可可豆回來 OK 那這樣子我們就結束設定了 那我們是起始玩家 我們先開始行動 所以 我想 一二三 那因為這邊有兩個 所以我要付出兩個可可豆 然後 我是二嘛 所以我可以拿一個木頭 那這個時候我可以考慮 因為我做了一個主要行動 我可以考慮 這邊這個人現在可以升到三 但是我也可以付出一個可可豆 讓他 再多升級一次 所以我決定付出一個可可豆 讓他升級到四 好 我結束 特效地 五 二三四五 那這個意思是說 首先先看 特效地有沒有兩個木頭 有 他有兩個木頭 接下來看 他在六有沒有工人 有 他有工人 所以他會花兩個木頭 然後呢 從這裡蓋一個神廟 那這邊第一格是三 因為第一次日食 他只會在第一行 所以他現在就先得到三分 同時亡靈大道上面 他可以再爬一軌 好 這樣就結束 那接下來他會把工人升一級 然後移動 那他移動的時候呢 如果是三 以及以下 就是移一步 如果是四五六 就會移兩步 那這個移動的步數會忽略皇宮 也就是如果他是在這裡 現在移動兩步 皇宮不算 一二 這樣子 所以他現在是三 所以他就移動到這邊 一步 剛剛我們好像還沒拿那個兩個資源 齁 我們拿黃金吧 對 其實的兩個資源我們還沒拿 好 那接下來 這邊這個箭頭呢 代表的是 他就把這個往上移 然後這個移過來 這個放到這邊 那接下來這個翻面 放到底下 好 那接下來 他會推一格 這個日食鬼 好 接下來換我們 那我們 我做這件事情好了 那因為現在這邊沒有 並沒有這個 工人 沒有其他顏色 所以我們不需要付出可可鬥 那我們 現在是一點 所以我們只能拿一個 拿一點分數 然後 看一下齁 對不起 我在想 這樣子齁 一二三 然後 然後 可可豆 我覺得我們可以先採這個 那一個可可豆可以 就是換一個木頭跟石頭 那我們拿一個可可豆 先換一個 木頭跟石頭進來 那同時我們付出一個可可豆 那這個因為還要再額外付出一個可可豆 所以我們就付出兩個可可豆 我們把這個拿了 那這個代表是我們可以立刻爬一個 那這個就蓋掉 蓋掉 這代表我們已經用了 那我們這裡補一個 喔 這個也不錯喔 嗯 好 那我們做完了換 特套地 10 2345678910 1112 手師是這一塊 那這塊代表的意思是說它沒有黃金 有 它在5有沒有工人 沒有 所以 它就如果它在5上面有工人 那它就會付出一個黃金 然後拿一個它的這個 這個圓片放在 最小數字的這個格上面 它就會取得那個科技 可是它 特套地 特套地並不會享有這些 這個能力的這個獎勵喔 它純粹只是讚 因為這個讚的時候 在最後第三次日時結算分數的時候 會有分數 那因為它現在沒有工人在這邊 所以 它會選擇場上目前能力最低的工人升級兩次 這是1 2 2 3 所以這個是能力最低的 那升級兩次就變3 那變成3之後就會移動 喔不對 就只有這邊不移動 其他的都會移動 所以它就放在這個地方 那就結束 所以這個是往這邊移動 好 接下來換我們 看齁 看齁 1 2 3 對 我們現在移過來 然後 看齁 這邊是4嘛 所以我們可以拿兩個 兩個石頭 然後我們可以升級到5 好 因為現在這邊沒有採工人 對我們來說是好事 所以換特效D 11 那就是這個 這個代表是說它現在 從皇宮開始順時真算 它目前 有的人裡面 下一個第四格是這個 不對 應該說這個人要進到 現在 順時真算 它現在有工人 然後下一個 第四格就是這個 所以它這個人會進來 那因為這是面具 所以它有沒有木頭 它沒有木頭 所以它沒辦法拿這個 沒有辦法拿這個板塊 面具它是要用另外一個拿的 我記錯了 所以它會先把這個棄掉 然後 在這邊再補一個 也還是面具 那這個是藍色 所以它會在藍色上爬兩軌 那它可以拿兩個資源 現在呢它有 它現在沒有木頭 所以它會優先拿沒有的 所以兩個木頭 這樣它就結束 這個是往上 好 結束 那看一下 這代表是它現在有在計時格 所以等一下它有可能也會 陸續開始爬了 我想這個人過來 1 2 然後這邊有三個顏色 所以我們拿可可豆 所以我們可以拿四個可可豆 我想這個工人 我們就來專門拿可可豆就好了 OK 然後 結束 換特效地 2 所以是這個 它們兩個石頭有 兩個石頭 那它的8有沒有工人有 有一個 所以它會附出兩個石頭 然後拿左邊 從左邊算 這個 它會放在這裡 那這裡面看到會有三個是重合的 所以它會得到三分 1 2 3 它放的時候就是 由上 由左上開始這樣子 照順序放 它得到三分 精緻的爬一軌 好結束 那這邊功能會升成3 移動到下一格 OK 這個往上 跟特奧地的競爭呢 基本上就是說 你必須要至少贏它20分以上 就是在第三次日時結算 的時候 你最好保持的有20分的領先 要不然它最後第三次結算 它有兩個額外計算的資源跟這個部分 它有可能 如果你只是贏它幾分 你很可能還是會 到最後加上去之後 你還是會輸給它 所以這個是 如果你玩這個 跟特奧地競爭的大人模式的時候 要注意 要注意 放在心上 OK 那接下來我覺得 我們現在 兩個人在這裡 我們可以 過來拿 付出兩個可可豆 然後出 我們現在是5 所以我們可以拿兩個黃金 那同時呢 我們 現在是5 所以這個功能就升天 那我們可以移動一格 同時 日時軌 往前推 那我們拿這個獎勵 把這個功能解鎖 同時拿兩個咖啡 可可豆回來 好結束 換特奧地 6 2345678 這個代表的是 特奧地就會去看 廠上現在能力最強的 不算不算在解鎖格的 記事格的 所以2 3 3 這兩個最強 那 找尋最強的時候就是 順時鐘看離皇宮最遠 所以這個是最遠 那這個人現在是在 這個伐木場 所以呢 他會先拿兩個 木頭 然後升級一次 變4 4之後就移動2格 1格 忽略皇宮 所以他到這邊 好結束 所以這個是往上 移動1格 移動1格 我想要移動這個 1 2 3過來 然後付出 因為現在沒有其他功能 付出兩個 黃金 把這個功能 這個也升 那我們這邊可以 升一次 那我再付出一個可可豆 所以我可以升成3 換特效地 8 所以6 7 8在這邊 那這個代表是他沒有兩個黃金 有 他在7 有沒有人 有 有一個 所以他付出兩個黃金 然後呢 拿最上面這個板塊 這個往上推 先補一下 然後呢 他會也是一樣 從上方開始順時鐘 那至於他怎麼放 不重要 為什麼 因為他 金字塔裝潢這個部分 他的固定就是 只要放一塊 就得5分 所以現在11分 然後金字塔再爬一軌 同時呢 他可以在任意一個 神廟軌上面 爬一軌 那基本上他會優先爬他目前最高的 例如現在藍色是最高的 所以他會優先爬藍色 那他爬到藍色這軌的時候 他不會去看發現板塊 他會看底下 所以他可以得到一個資源 那他現在目前只有木頭 沒有黃金跟石頭 所以他優先 如果是資源是相同的 他的拿的順序就是黃金石頭木頭 所以他會拿一個黃金 接下來這邊這個人升起到5 移動兩格 可以結束 所以這個是往上 那你看到這個特曜D的這個行動 是用這個金字塔在移動的 其實這也有一定的 對我們來說也有一定的預測性 因為基本上這個不會 不會有機會 除非他移到這兩個 所以這個一定不會被啟動 也就是說接下來下一輪裡面 他會在這五個裡面 五選一 那這兩個骰子骰出來的機會 所以我們可以提前去思考 就是說 他有可能常常最強的一個人 坐位置 誰是最強 像現在是他最強 所以他在這裡 又或者說他有沒有可能去採 下一個祭祀格 下一個祭祀格是這邊 所以如果他執行這個動作 他就會移到這邊 然後這一個能力 這一個發現板塊又被棄掉 那有些時候 這可能帶給我們一些提前思考 是說 這邊這個板塊我要不要 我有沒有可能要提前去採 類似像這樣子的這個思考 所以你可以從這個部分 來去提前做一些規劃 你可以試著把它模擬成說 像真人一樣 效果還是蠻接近的 我想過來這邊 這個過來 然後 我讓他採這個祭祀格 可以拿一個免費資源 換兩個可可豆 我想先這樣子用 所以 一個石頭一個木頭 我可以換四個可可豆回來 然後呢 我想付出一個可可豆 因為這個是讓我們有一次機會 可以不要付可可豆 這個我們先拿一個在手上 因為到時候付工人薪水 或者是我們某些時候要採一些重要的格 也許會有些幫助 好 好 結束換特奧地 5 2 3 4 5 果然他就移動到下一個 然後把這個棄掉 那因為是紅色 所以他紅色要爬兩個 那代表他可以拿兩個可可豆 他在祭祀格移動的工人 是不會去變化他的能力的 他就是一直不斷地在祭祀格遊走 然後除非我們把它擠下 擠出這個祭祀格 結束 所以這個往上 這個邊這邊 好接下來換我們 我們大概還有三次 在第一次日式結算的時候 所以我們現在咖啡豆還算夠 我先移動過來好了 然後因為現在有個藍色 所以我們要付出一個可可豆 然後 這邊有兩個重合 這個好像 好這有兩個重合 所以我們 首先金字塔爬一軌 所以爬兩分 然後 補一個新的 單人模式裡面 這兩個移動的方式都是 要必須往右推 這個是往上推 換特效地 5 2345 所以就是這個第五個工人 所以它有沒有黃金 有 那它就會選現在數字最小的 就是這個 然後升天 這邊 這邊先移動 然後它爬一格 那特效地永遠都是拿5分勝利點 所以它現在變成16分 結束 它爬分數 開始在爬了 你看現在我們拉開來了 嗯 剛剛我們好像沒有升級這個人 所以它現在應該是4 我們剛剛有這個能力 所以我們還可以再多拿3分 所以我們還可以再多拿3分 我想過來 採這個 付出一個可可豆 然後這個是不需要付出代價就可以拿的 因為這個可以讓我們 打出來的時候就可以任選一個工人 移到任何一個位置 OK 好 換特效地 6 這個 那就是廠商它會看目前有沒有面具 現在這裡有面具 這裡有面具 這兩個面具 數量都是一樣的 所以它就是 它會優先拿離黃工近一點 所以它就拿這個面具 但是要付出一個木頭 如果它沒有木頭 它就沒辦法拿 它如果付不出足夠的資源 它就沒辦法拿 這邊又多一個 很好 好 這樣它就結束 這邊是這個以上 好 那就是我們第一次之前 還可以再做兩件事情 其實我是想要把 工人 因為我之前已經採了 紀事格了 所以我等一下讓所有工人都採進紀事格 最後我可以解鎖 免費解鎖 當然我也可以付出三個可可豆 提前把這些人都解鎖 我想讓這個人去拿資源 然後等一下讓它升天 等一下解鎖 對我忘了 1 2 3 附出一個可可豆 等一下 我們等一下會缺一個可可豆 等一下會缺一個可可豆 等一下 重新思考一下 好我想這樣做 這個移過來 拿三個可可豆 等一下 等一下 那我們現在付出三個可可豆 把這個工人都解 因為等一下我想讓這個人來升級 我要拿這個 因為等一下我們拿資源的時候就可以 多一個資源 因為第二次日食的時候我們就要開始做一些 建設事情 第一回合我們 第一次結算我們應該會落後它一些 這邊大概會落後五分 這裡會落後八分 十三分 還有一個面具十四分 對我們現在大概落後十四分 所以 大概會落後它二十幾分 但是接下來我們要把它追回來 嗯 好 那換特奧地 六 所以是這裡 它在這邊有沒有 沒有 所以 它升級最小的兩個工人 這邊是最小 所以它升級到三 移動到這裡 喔不對不移動 對不起 只有 煉金樹這個格是不移動 好 這樣子 我們還可以兩個人各自再進行一次行動 所以這個過來 1 2 3 負一個 然後等一下 1 2 3 4 所以要負五個 那就 因為 特奧地已經有了 所以它就會得三分 1 2 3 嗯 嗯 OK 這個可可豆要留著 等一下 要不然本來想升級這個人 再多升級一次 好結束 換特奧地 九 這邊是舊石 所以它們兩個石頭沒有 它在三有沒有工人 沒有 所以它就拿五個 可可豆 同時把廠商最小的 現在最小的是它 升級 移動 好 這個是這上來 OK 那這樣子 第一次日食就結束了 首先進行結算 它不需要付工人薪水 我需要付 我廠商現在有四個工人 然後其中有 所以這已經是四個可可豆 這邊這個有一個 是超過四 所以要多加一個 所以就總共是五 剛好就全部付完 好接下來 王陵大道上面現在是五 它有三個 所以它加十五分 十五分 那就是三十四分 那 我有兩格 我加十分 所以我四十六分 好 金字塔上面它領先一格 所以它首先領先的人 可以加四分 三十八分 然後它有兩格 第一次日食的時候 每格四分 所以它可以再加八分 所以四十六分 那我只有一格 所以我可以加四分 二十分 所以現在我們插它二十六分 它有一個面具 所以一個面具是一分 所以加四十 變四十七 好 那基本上第一次 日食的結算就結束 那我們現在要進行 第二次日 第二次的這個回合 日食前的開始 那首先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要把這 六個中立功能收回來 我們要抽 這個 騎士板塊來決定它們的位置 首先先抽兩塊 然後如果有四個數字 看下面這邊現在是六七一三 那我們 如果有四個數字就 由左至右來看這三個 六七一 藍色是六七一 那黑色呢 我們看看 那因為這邊是三個 三五八嘛 所以就是三五八了 八在這裡 三在這裡 五在這裡 好那這個就是 第二次日食前 中立功能的位置 也是一樣 我們先開始 我想先移動這個過來 這邊有三個顏色 所以我們可以拿四個可可豆 好 換特號地 十一 所以是這個 它現在廠上最強的工人 三三三 都是三 所以就是拿它 那它可不可以 它沒有 它有沒有木頭有 它有兩個木頭 所以呢 它就會 再蓋 這邊是二 兩分 亡靈大道再爬一格 同時這個升級一次 然後移動兩格 這個忘了回歸 所以這邊移過來 這一個移過來 這邊也有三個 所以我們再拿四個可可豆 好 換特號地 八 所以是這一個 它有沒有兩個木頭 沒有 它在二有沒有 沒有 因為這是在 這個鎖定的工人不算 所以它就是拿五個可可豆 然後 同時升級場上現在能力最低 三三三 這邊三 所以優先升這邊 四 一二 那 因為它已經有十個可可豆 它十個可可豆 就可以換三分 所以它就變成 五十二分 好 我們斬可可豆 千兩 洞 斬可可豆 就是為了要 接下來要做一些事情 所以首先 這邊 我們現在已經有這個了 所以我們如果過來 一二三 因為現在沒有功 這個很好 所以我們可以拿 兩個木頭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有這個功能 所以我們可以多拿一個木頭 然後我們升級到四 同時我付出一個可可豆 然後再升級一次 所以現在是五 好 換特效地 二 所以是拿面具 那面具現在只有這邊 它有沒有木頭 有 所以它可以附一個木頭 那現在有兩個面具 好 我們再補一個 又是一個面具 OK 這個移過來 換我們 然後讓這個 一二 移過來 敷出一個可可豆 然後 四 所以我們可以拿兩個 因為這個能力 所以我們可以拿三個回來 同時這邊可以升五 那一樣 再敷出一個可可豆 我讓它升天了 所以它就會回到一 然後我們爬一格 這邊推一軌 這邊注意一下是因為我們爬到這一格 所以我們可以看看 我們要拿哪一個呢 藍色 付出一個木頭四分 還是爬軌 其實我想要爬這個 不過它現在是紅色 尷尬 好 我先拿藍色 因為等一下我其實想有人來佔這個 等一下讓一個人來拿這個 我還是可以再爬一軌 那因為這個佔了就會爬藍色 所以藍色來 那我拿這一片 所以藍色可以爬一軌 我可以拿一個任意資源 拿一個石頭吧 好 換特效地 4 2 3 4 它有沒有兩個黃金 沒有 它在4有沒有 有 所以它拿兩個黃金 然後這個變5 1 2 好 對不起 剛剛我們升天那個人忘了選 我有點想選可可豆 因為我覺得可可豆就會讓我可以不斷的 又或者是爬一格 想想看喔 剛剛忘了歸零了 我拿5個可可豆吧 我拿5個可可豆吧 這邊移過來 拿4個可可豆 我們換5個吧 換它 12 所以這個 工程最強的是它 有沒有石頭 沒有 所以 在8 所以只能 那它有沒有在石頭這邊有人 所以它拿兩個石頭 然後這個人升級到5 移動兩個到這邊 然後這個移過來 移過來 移過來 然後我們付出兩個可可豆 然後 我想蓋一個第二層 等一下 對不起 拿兩個可可豆回來 你看 這樣要附三個可可豆 因為我現在有點想 我現在是有點想說 我要不要先過來把這個生了 然後等一下這個人移過來 再來做 因為這樣子就可以爬一個 現在大概有四次可以做 蓋一個 蓋一個 然後 升天一次 拿一個 這個 這樣子吧 這個 這個要留著 等一下過來 少爬一格 好嗎 這樣子吧 還是一樣 這個移過來 這個移過來 付出三個可可豆 然後我們把這個生了 然後付出兩個黃金 好結束 6 這個 所以它往前移 然後把這個 剃掉 這個 剃掉 綠色 趴兩格 所以它有四個 拿四個可可豆 結束 移動 移動 換我們 然後我們讓這個 一個人過來 那我們付出兩個 一個石頭 一個木頭 這邊是要付出三個可可豆 啊不 兩個可可豆 所以我們拿三個回來 因為這邊有兩個人 然後我們拿這一塊 蓋在第二層 這邊現在有三個可以重合 一二三 一二三 所以我們可以得到三分 然後呢 因為有一個綠色重合 所以我們綠色可以爬一格 可以拿一個可可豆回來 然後 先補一下 金字塔我們可以爬一格 那因為我們這邊 這邊有這個能力 所以我們做八的時候 這兩個做八的時候 主要行動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先加三分 26 然後這邊可以任意再爬一格 就爬這一個吧 那我們把這一個也拿 這樣子等一下我們 第二次月始 第三次月始 我們就都把它拿來用 如果沒有其他特別用途 這樣我們就可以 後面兩次就不用再付薪水 我們就可以比較放心的去升級工人 因為我們有這個能力 所以這個兩個結算完了 那這個人要升級到二 然後我付出一個可可豆 讓它變成三 好結束 換特效地 六 這邊它有沒有石頭油 它在八有沒有油 所以它付出兩個石頭 然後它會選這一個 放在這 這樣子就是放在這裡 所以它會得到一分 金字塔它也爬一軌 然後同時這個工人 變成升天了 所以它這邊再爬一格 這個移動 這邊有五分 所以五十八 好結束 好 這樣子剩下兩回合的行動 接下來我們要這樣做 一二三 這個過來 付出一個可可豆 然後我們拿 看看喔 這個吧 那有一個綠色重合 所以我們可以得到 我們可以得到一分 然後綠色可以再爬一格 可以拿兩個可可豆 然後可可豆回來 然後金字塔我們可以再爬一軌 這邊有三分 所以我們現在三十分 那現在這個工人是五 所以它就升天 這裡我們可以再爬一格 那這個 那這個推過來 那這個推過來 我們這一次就拿五分吧 35分 又或者是怕一個 如果等一下我們要拿這個 嗯 3 3 3 4 12 等下繼續爬 我覺得我應該是要拿 因為這個等一下又可以再爬一格 好吧我決定了 不要拿這五分 要不要付出兩個咖啡 可可豆 喔對不起我們還 喔還沒到結算 沒關係 那我們付出三個可可豆 我們爬兩個 爬這邊爬兩個 一 二 所以這邊已經有再拿兩個咖 先拿兩個咖啡豆 可可豆回來 接下來這三個 這個 這個的話 我想拿這個板塊 所以我付出一個可可豆 那這樣子 我可以再爬一軌 所以我就再爬 那這邊可以拿三個可可豆回來 好 這樣子我們應該可以確保 我們可以拿這個分數 那等一下我們要努力爬王靈大道 因為我們如果爬到最高 遊戲最後結束結算我們就27分 好繼續努力吧 嗯OK 那我們就算做完 等一下換特奧地 特奧地做完一次之後 然後 我們可以再進行一輪 因為現在 我啟動了日食 看一下喔 應該是這樣沒錯 對 8 所以是這邊 它有沒有木頭沒有 它在2有沒有沒有 所以它就拿一個 5個可可豆 剛好這邊可以換3分 所以它加3分 1 2 3 然後它場上最小的一個工人 是這個吧 變成是2 移動到這 好我們各自再做一次我們就要做第二次日食的結算 嗯 嗯 我要做什麼呢 嗯 這邊這個過來 付出一個可可豆 然後付出兩個木頭 蓋一間 這邊是2 所以我們可以加2分 亡靈大道爬一鬼 然後這個可以升1級 然後我們再付出一個可可豆 讓它升到3 3 嗯 OK 然後換特號第 6 所以是這邊 拿面具 所以這邊 這邊還有一個面具 但是要付出木頭 它有沒有木頭沒有 所以它不能拿 所以這個就結束 好那我們就進行結算 首先支付薪水 我現在拿這個 抵銷一次 所以把它用掉 所以我們不用付薪水 然後 亡靈大道上面 我們兩個人現在都是第五個 所以現在是4 20分 4 5 20 所以它現在是81 我也20分 所以我是52 然後金字塔上面呢 我現在是領先 所以我先加4分 1 2 3 4 然後第二次日食就是一格3分 所以我有兩格6分 1 2 3 4 5 6 那它有一格3分 1 2 3 然後 它有兩個面具 兩個面具3分 所以 1 2 3 現在我們差它23分 我覺得等一下我們還要蓋 等一下我們要 下一回合我們就是 策略大概就是 蓋金字塔 歸零 蓋金字塔 從事爬 最後一個日食前我們就是 要想辦法爬到 爬到這 然後我們 亡靈大道上面我們現在1 2 3 4 我們至少還可以 應該要想辦法讓幾個人再死掉 我們先把中立功能收回來 因為它也要再改變一次位置 然後抽兩個 所以3 7 8 3 7 8 再抽兩個 2 4 6 2 4 6 2 4 2 4 2 4 6 好 還算分散 還算分散 沒有太糟 最後一次日食前 我的思考是這樣子 因為我現在這一格 還 我還需要爬3格 才可以拿這個獎勵 然後我往寧大道上面 還有4格可以爬 所以這3格呢 我覺得這邊 等一下要蓋一次 所以可以拿這個 在這邊應該可以有一次 然後蓋一個金字塔 這邊也可以再拿 再升級一次 所以等於是說 或者是這邊蓋一次 這邊蓋兩次 那這樣子 需要一些石頭 所以這邊要去踩石頭 大概應該要踩兩次石頭 所以這兩個人去踩石頭 然後讓它們升級兩次 就變5 因為現在的1 2 3 4 5 6 7 8 8次 大概可以做8個行動 那首先 先把這個1 2 3 附出一個可可豆 然後3嘛 所以可以拿兩個 然後因為這邊這個能力 我們可以拿3個石頭過來 升級一次 升級一次 變4 再附出一個可可豆 升級變成5 好 換特效地 7 所以上面這個 它有沒有兩個黃金有 它在7有沒有 有 所以它附出兩個 黃金 然後拿這個 順時針 放在這邊 得5分 1 2 3 4 5 金字塔上面爬1格 同時現在它是這個最多 所以它爬1格 它可以拿2格 可可豆回去 升級這個人 變3 移動到這邊 結束 然後這個往上移 移動1格 好換我們 我們要黃金 我決定這樣子 這個 過來 採集4格 然後 付出一個可可豆 再付出一個可可豆 拿這個 那這個是可以有選三個資源 所以我選擇 一個黃金 兩個 一個木頭 看看還有沒有別的 我看了兩個兩個 再一個木頭好了 有可能我們等一下蓋 如果我們可以再採石頭 等一下採石頭 那我們就可以 蓋3次 大概是這個意思 好 所以這個我們 OK 那因為我們採這個 我們可以 升1格 所以我們拿3格 都回來 OK 好 換特效地 9 它沒有木頭 沒有 它在2有沒有 沒有 所以它拿5格可可豆 升級場上現在最小的 目前33 最小是它 所以升級 一次 所以就變成4 走2格 結束 好 換我們 按照計畫這個過來 按照計畫這個過來 然後這個可以升級到4 但是我們再付出一個可可豆 然後它升級到5 好 結束 換它 7 場上最強的就是它 所以在這邊它沒有黃金 沒有 所以它就 然後 拿兩個黃金 拿兩個黃金 這個移上來 然後這個工人升天 可以移動一格 所以它現在跳上來 它現在跳上來 然後拿5分 1 2 3 4 5 等一下它做完了嘛 所以這個要再移動一格 好 它現在把我們分數拉開 不過沒關係 我們現在要確保我們這個可以這樣進行 所以我們這個按計畫這個先過來 來 付出三個黃金 然後我們拿一個 看這個 這樣子我們可以有兩個重合 所以我們可以蓋 我們可以得兩分 然後綠色可以再爬一格 所以四個咖啡豆 可可豆 可可豆 金字塔我們可以爬一軌 另外再加三分 1 2 3 這個可以升級 所以它就升天 然後我們可以爬上來 爬上來之後我們看看有沒有我們想拿的 拿這個吧 那我們藍色可以爬一軌 所以拿一個資源 先拿木頭吧 現在我們石頭應該是夠 然後 我們這邊也爬五分吧 還是我們看看 這樣吧 我們付出三個 我們可以提早完成這件事情 那等一下就爬紅色就好了 因為等一下我們還要蓋金字塔 所以我們就爬紅色 紅色這邊都是分數 所以我們付出三個 可可豆 我們可以任選兩個爬 所以我們就爬這邊 我們爬到最上面了 所以我們可以先拿五分 一二三四五 那等一下遊戲結束之後我們也可以結算這個 這邊應該要再推一個 好 換特奧地 五 二三四五 它有沒有石頭 沒有 它在三有沒有 沒有 這個不算 所以 它就拿五 它可以換三分 現在一百分了 然後廠商最小的工人三 這是這個 最小工人 所以移動 一格到這邊 好 結束 往前推 最後剩下一二三 三次 那我們接下來想這樣做 就是 我想把這個先移過來 用這個 因為這可以移動一個人到任何位置 所以我用掉它 所以我讓它移到這邊來 付出兩個可可豆 然後 然後 接下來 付出兩個石頭 一個木頭 蓋一個 第二層 看一下 因為我想蓋一個第三層 就代表的是說 欸 這個可以 哇 這個是有 四格欸 可是 蓋在這邊有點可惜 這樣我第三層就蓋不了 這個很誘人欸 等一下可以蓋兩個 欸 剛剛我分數會不會少算 因為我剛剛這個是蓋 對 第二層是三分 我應該要加四分才對 對不起 第二層是三分 我剛剛計算好像是用一 嗯 怎麼辦 實在有點誘惑欸 好吧 那算了 這邊也有三分 有三點 這1 2 3 這三個點 我還是想爭取一個 蓋一個第三 所以這邊三三 我可以有九分 等於八十六 然後這邊可以加三分 八十九 這裡可以跑一格 我們就跑紅色吧 所以可以再加一分 金字塔移動一格 嗯 好 換特效地 等一下對不起 所以這個人就升天 然後亡靈我們再爬一個 那這個時候 看看 我們拿五分吧 所以九十五分 這個推進一格 這個推進一格 換特效地 五 二三四五 它有沒有兩黃金有 它在七有沒有有 所以它付出 兩個黃金 現在這裡可以 所以它得五分 然後金字塔在一格 另外在任意神廟 所以它會移動這個 所以拿三個可可豆 好接下來 這個工人升一級 移動一位 過來 好 那這樣子我們就只剩下最後一棟 嗯 我就把這一棟做齊吧 這裡 啊只能蓋一個 撕蒜 對齁 我忘了 我忘了它跟它升天 好吧 那只能蓋一個 那只能蓋一個 那只能蓋第二層 哇 那就是蓋一個第二層 付出 那這邊是要付出兩個可可豆 然後 然後 嗯 那就是這個咯 這個有三個 所以同樣是九分 一百零四 然後這邊可以加三分 所以就是七 另外這邊可以再爬一格 我爬紅色 所以加兩分 然後這個就升三 可惜啊升三 來不及 然後我們金字塔再爬一格 好結束 好 補一個 三 二三 所以它沒有木頭沒有 它在二有 沒有 沒有 所以它拿一個 那因為它已經有五個 它有十個了 這邊是 這樣子十個 它就在換三分 八分 好 它也做完了 那這樣就結束 第三次日食 所以我們來做結算吧 首先付薪水 我現在廠商有四個工人 然後都在三以下 所以付四個 其實我也可以不用付 但是因為 留咖啡豆也沒什麼 也不會有結算 所以我就付掉吧 好薪水付完了 接下來 嗯 等一下我想一下 是不是還可以再 因為剛剛是我騎 對沒錯 沒錯 好 王陵大道上面 現在是四 然後 我是最高 我是七 先算它吧 它是六 四六二十四 所以二十四 就三十二 那我是七 四七二十八 二十八 就是三十七 然後金字塔部分的話 我是領先 所以 加四分 一二三四 四十一 然後 我有三格 現在是每格兩個 所以我是加六分 四十七 所以它有兩格 所以它加四分 三十六 好 接下來 金字塔結算完了 金字塔結算完了 它有兩個面具 所以可以加三分 一二三 那我們可以來結算一下這個 因為我這裡有 我 我最後有這個神廟獎勵 所以我只要爬一格 就可以加三分 我這邊有七格 三分 二十一分 所以等於六十八分 一百六十八 那 特效地可以結算兩個分數 首先是資源 它每五個資源就五分 不過它現在只有一個可可豆 所以它沒有分數 然後這邊它有兩個科技 一個科技兩分 四分 一二三四 好 這樣遊戲結束 我 一百六十八分 它一百四十三分 所以我 贏了它這個特效地 也是像我剛剛說的 當然最主要就是 其實它這一次最後結算這兩個分數 拿的比較不多 因為它資源已經換完了 通常就是我之前玩的經驗 就是它大概可以再加個十到二十分 所以為什麼我說這個分數很重要 因為它是讓我們確保 我們最後可以拉開它的一個關鍵 我覺得唯一麻煩是你每次做完一個動作之後 你一定要計算一下你有哪些東西要拿 因為這個東西有點繁瑣 所以有時候時不時會忘掉 但是我覺得它仍然是一個蠻好的就是工人擺放 點對點引一動 成套收集的這種機制特色下 你要去思考 其實你有非常多可以做的事情 但是大部分時候如果你什麼都沾一點 什麼都沾一點 其實你的分數也還是有 但是一定都不高 你必須要確定幾個重要方向 然後你要專心去做它 你才有機會 跟別人去競爭 那我們今天就先玩到這邊 希望你藉由今天這個視頻 你可以對特奧地瓦坎有比較多的認識 那也祝你桌遊玩來開心 我們下一次見 拜拜